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36集 全新的麒麟传说 在初代麒麟王的指点下 我们获得了新的装备 电麒麟装甲 它不但可以快速发射战轮 还可以高速转换射击角度 可是 阿鲁鲁居然进化了 我们需要更强的力量 用我们的力量吧 打扮阿鲁鲁 拯救齐伦星 上集 面对再度进化的阿鲁鲁 小吉和烈焰等人毫不畏惧 并且坚定了守护齐伦星和地球的信念 令齐伦战士和神龙合体 成为了赤火战神和豪奸战神 可是 仍未能击败阿鲁鲁 大家怎么都不见了 小心 一定有问题 连爸爸跟关月叔叔也不在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帮助敌人 破坏本王的好事 这句小朋友也真有意思 又一次出乎本王的意料 阿鲁鲁 真了 这次没有了身体 看到本王的最强进化 应该感到荣幸 无论你进化多少次 我们都会再次将你打败 上吧 炙火战神 侯军战神 彻底击倒他吧 怎么可能 且望吧 在本王的再生威容之下 你们根本毫无多机会 哇 哇 哈哈 区区人类竟敢挑战本王 后悔了吧 雷叶 你还可以继续战斗吗 没问题 我 我还可以继续 还不肯放弃吗 召唤暴雪神枪装备 兽变射台 兽变射台 暴雪相抵 暴雪准击 兽变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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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王的再生威能面前 你简直是飞蛾扑国 攻击阿鲁鲁的核心才有胜算 但是根本不可能打中 不乖乖当工具偏偏要自讨骨痴 毁了你们之后 我就回收其他战斗工具 称霸整个宇宙 我一定要打败你 阿鲁鲁 来吧 一卵击石 狮王 鹰眼 熊眼 蓝莎 不可以让烈焰他们孤身作战 等待他们来拯救 秦伦战士不是工具 我们有自己的梦想 被制造成工具又如何 就算威小的细胞也有它的作用 我们要做自己 不当工具 大家 不愧是小萨的儿子 干得漂亮 这是大家的战斗 一起上吧 大家都来帮忙 太好了 嗯 那一起上吧 你真是爱人 统统给我消失吧 Glen 我 阿姆努现在没有攻击力 是机会了 小鸡 上啊 解决它 小鸡 烈焰 结束这一切吧 来吧 向我发出最后一击啊 决定好了吗 麒麟星和地球很快就灭亡了 爸爸 爸爸 我不能失去你 可是 就因为你们人类无聊的情感 这场战斗我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再过一会儿 再生威能就会恢复 等着瞧吧 什么 到时候我会将所有人红尘碎片 小鸡 烈焰 爸爸 小三 小鸡 没时间了 别管我 快动手啊 爸爸 别再拖延 别忘记你的责任 这个世界需要你 小鸡 怎么办啊 我们不可以失去小撒 对不起 爸爸 我 我走不到 这是弱小的人类啊 你 竟然有这种卑鄙的手段 不坏公平的对决 小鸡输定了 既然你犹豫不决 就由我来解决吧 对不起了 这是小鸡的决战 我们虽然帮不上忙 但也绝不容许他人干扰 就算赌上地球恩威也要阻止嘛 对 因为是同伴 我们只能相信 小鸡 跟烈焰了 地球人的情感真是太奇怪了 难以理解 还剩下三十秒 我就能完全恢复能力了 小鸡 不要再犹豫了 再生威能要恢复了 幼小的人类你真是谢谢你们 很快这要结束了 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挡本王了 小鸡 别放弃啊 没办法了 不能这样结束 小鸡 即使没有爸爸在 你一样很棒 爸爸 初代麒麟王说过 责任越大 力量越大 去生的关键就是勇者的心 爸爸 现在 你的同伴需要你 齐伦星需要你 地球需要你 拯救世界的责任更需要你 小鸡 爸爸会一直陪着你 所以 别再拖了 快结束这一切吧 妈妈一直在我身边 一直在我身边 我真笨 那么重要的事情 居然会忘记 我记起来了 我跟烈焰最初的约定 还有爸爸最初教我的那一招 不怕失去爸爸的话 就发射吧 嗨 小鸡 爸爸 我明白了 小鸡 阿鲁鲁 齐伦战士不是战斗工具 齐伦战士是人类最好的拍到 略焰 一起变强吧 上啊 齐伦战士不是工具 阿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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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鲁� 兽化变身 升级完毕 烈焰暴炫神枪 释放出炙热的火焰吧 圣龙兽 龙焰爆裂 火 烈焰 笨蛋根本就打不中 阿鲁鲁 这就是爸爸教我的打水漂功夫 你从来不知道 麒麟可以这样玩吧 出口饶搜 说好一起守护麒麟家园 一起开心玩麒麟 麒麟心就迎我们来守护吧 还有我们 我们上吧 好 信赐于我们神龙的力量吧 转换形态 战胜合体 战胜合体 合体完毕 爱与正义的代表 抽赤金战神 出击 出击 抽赤金战神 出击 一切都 给我 陪我 消失殆尽吧 还没完 放弃挣扎吧 我们绝不认输 从没有人可以战胜我 只能发现的时间 你都死你了 不认输 最后一击 受辩射台 就算再遥远 你紧紧握你的手 当需求你传染 请让去满地医院 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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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ht 施进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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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你们 FIRE FIRE WOW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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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800位参赛者 经过多场淘汰 终于诞生了最后十二强 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到底谁可以成为冠军 欢迎大家来到第五届 麒麟王纪念碑决赛场地 因为不速来客事件 被迫暂停的比赛 今天终于恢复举办了 而参与拯救麒麟星的四组精英选手 全都打入四强 到底谁可以成为冠军 他们四组的好厉害呀 当然 是他们从毁灭边缘 拯救了麒麟星的 麻烦的烈焰不在了 他不在 大家都会寂寞吧 麒麟王烈焰终于遇上最佳派档了 找到了他的伟大使命了 大会紧急广播 由于四强选手全部缺席 不见蹤影 决赛赛事暂停 又怎么了 小吉 你确定真的要走吗 爸爸 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小三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臭灵电 谁照顾谁啊 赉小提 还有谁照顾你啊 不是我 你早成为战斗工具了 不是我 不是我 你还看我熊被欺负呢 你爸从没担心过这点 他对你们很信任 小萨只是舍不得吧 爸爸 小萨 还好赶上了 是 先跟大家 狮王 雄眼 雄眼 来上 大家 宇宙旅行不带个数学天才当宇航员 恐怕会迷路哦 听说宇宙尽头有家餐厅 一起去吃吧 我的新片要上映了 我要去宇宙宣传我的新电影 喂喂喂 乱扯一堆怪理由干嘛 直接点 召唤暴戏神教装备 受变色彩 暴戏相比 暴戏神教装备 兽化变身 升级完毕 小吉 烈焰 不管去哪儿 我们都会追随到底 嘿 你还想躲到什么时候 啊 哥哥 真别扭 只要 替我保护小吉的任务已经结束 你可以 师父 不是因为任务 我跟狼星聊过 我们希望亲眼见证 齐伦王烈焰和小吉的全新冒险 哦 谢谢大家 嘿嘿 太好了 大家一起冲向星际吧 召唤暴戏神枪装备 树变射台 暴戏相比 暴戏准击 手画变身 升级完毕 烈焰暴炫神窍 初代麒麟王 我想我已经明白了 力量源于责任 责任越大时力量才越大 我不要当别人的工具 要当自己的主人 不但只为自己负责 宇宙中还有很多 正在当工具的麒麟战士 我跟烈焰要将它们全都找出来 让其他麒麟战士觉醒 这是我麒麟王烈焰 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算是宇宙最遥远的角落 只要有麒麟战士在 我和烈焰还有大家 都会找出它们 出发吧 Befine Go Fi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efine Go Fi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